这个两人的感情幸不幸福呢 跟他们认识多长时间也没有直接必然的关系啊 说到孕女掌门人周慧敏跟她的丈夫倪震的感情呢 也堪称是娱乐圈的一段传奇了 相恋啊 长达20年 然后呢步入了婚姻殿堂 那么结婚5年来呢 每次这个公开亮相其实也都是恩爱有加 让人十分的羡慕 不过 最近这个情况似乎发生了一点小变化 经历一次又一次的试炼 面对未来考验 这些字眼出现在了12月24号晚周慧敏的一篇长微博中 向来不爱在网络袒露心事的周慧敏 当晚竟然破天荒的发布了一篇长达几千字的感性文章 阐述内心所想 实属难得 但就在随后几天中 香港地区媒体的另外一些发现 却似乎是在向外解透录着这篇感言的不同寻常 12月28号刚从美国演出反港的周慧敏 被拍到独自到餐厅吃东西 看似有些心事重重 而在随后几天 倪震也仅次被拍到独自现身茶餐厅吃饭 或者只打包单人份食物回家 另据员工透露 倪震的周球店也已经很久没有老板跟老板娘的身影出现了 此情形结合周慧敏的长微博 外界纷纷猜测 两人的婚姻已经亮起了红灯 为解开大家的疑惑 记者试图向周慧敏方面求证此事 但对方手机始终无法接通 事实上周慧敏跟倪震的感情可真算得上是经历了无数的波折 作为香港著名科幻作家 倪宽的儿子 倪震在圈内的名气不小 或许也正因如此 这位出生名门的才子总是不甘寂寞 与周慧敏相识仅一年的时候 他就曾为一女性朋友的新书写序 言语极其暧昧 导致与周慧敏关系一度恶化 2006年倪震又公然向其他女生送花 更糟糕的是 女方还承认倪震对她展开过追求 2007年倪震再被拍到 在一名女模特家中待了两小时 不过对于这些不利新闻 周慧敏却始终选择站在倪这一边 感情方面的报道真是非常多 层出不穷了 其实全部都是炒作的新闻 而两人最大的一次感情危机 应该是2008年的吻招事件 当时倪震在夜店与张毛拥吻的照片遭到公开 震惊娱乐圈 这件事也直接导致周慧敏选择与倪震分手 但仅仅几天之后 故事竟然发生了大逆转 周慧敏跟倪震宣布复合并闪电结婚 从此过去的纷扰夜店投销 让她开始了新的婚姻生活 我经过了这件事件里面 我是见到一个男人因为爱的承担和勇气 所以我才决定大家一起走进一个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 所以我是很相信我的选择 而且是很相信我们会得到幸福 婚后的几年里 李震似乎也已经绝缘于花边新闻 成为了周慧敏眼中的体贴好丈夫 我要比较忙的时候也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妈妈 所以她可能工作的中途可能她也会回家 两人还经常被媒体拍到初双入队 去年更集办到埃及旅行里晒出甜蜜照片 因此近一两个月各顾客的行动才更加让人生意 不过记者也发现就在2013年11月 刚过生日的周慧敏还大方与我们分享了 庆生活动的主要内容 那就是跟老公过二人世界 生意当天我就取消了一个原本安排的庆祝的活动 然后就希望可以跟我先生 我的老公两人一起度过去吃顿饭 然后去看一个电影 难道仅仅过去一个月时间 夫妻塔的关系就迅速固化了吗 这实在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也只能静待当事人出面给我们一个答案了 谢谢大家再见 综合报道